在荣荣的自由之火和嘹亮的自由终生中,中华民国各界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庆祝自由日两周年纪念大会。 大会主席反共议事刘全松首先致开会词,并呼吁团结一切力量支援大陆人民反共抗暴和扩大条条道路通自由运动。 既有行政院长于红军致辞,到会的有各界首长,国际友人,反共议包和反共议事,共约三千人。 韩国驻华大使金红一,亚蒙中国总会理事长古正刚,欧洲自由妇女协会主席费无声夫人,大陆反共致事代表李大臣等也都相继致辞。 大会在全体高唱反共自由歌声中宣告李成。 各界并在台北新公园举办游园大会,既有自由中、捉拿匪手等二十个游艺节目,不但内容精彩,而且意义深长。